鍾南山教授最近接受了內地南方人物期刊的訪問 文章很長,不過很重要的訊息就不是回顧他個案的工作 最重要是提出一個新的方式就是 如果沒有全民健康就不會有全民小康 於是他告訴大家 健康中學,健康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什麼叫做健康中國呢? 大家看到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抗疫都很成功 因為採取嚴防死守 不過很多人都質疑說你這樣搞法長期下去真的不行 這裡就是鍾南山醫的專業知識 告訴大家 如果長期這樣做抗疫的措施 對國家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不過首先有一個條件 什麼時候才開放,什麼時候才放鬆 第一件事就是傳聞打針的比率要80% 最好是85%以上 有了這個底才可以說可以慢慢開放 不過同時需要大家去做好所有的預防措施 包括你洗手,包括你戴口罩,很多規範要做 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健康 這就是鍾南山提出的中醫的過年禍 皇帝內經有一個概念 叫做上醫治未病 很簡單,很簡單,聽得明白 最高明的醫術就是 你還沒病之前,我就已經把你防禦好了 這個是一個防禦的問題 所謂叫做中等的醫生就是 這些真是已經有病徵的病 做到最差的醫術就是 你病了的時候我才醫治 這些概念不要說了,最重要是上醫治未病 這個很重要 我說回我一個家人,自親來的 一百零三歲,他離開的時候 就是過年沒多久 我跟他八年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跟我們一起聊天 還是很治癒 雖然他有工人,但他儘量都是治理自己 一百零三歲,我也感到很佩服 回想起他有什麼秘訣呢 原來從我小時候看到他 他從四十幾五十歲開始 甚至乎更早的時間 盡量吃少的肉食 很多時候都是吃齋 心境非常平和,因為他信佛 這就是一個概念 其實非常好 完全能夠治理 他根本上大致上 他一生人都是有一次醫院 就是最後一次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就是英美國家 其實很早已經說 當時沒有疫症 看很多文章 說英國和美國人 體重激增 超瘋 這個其實很嚴重 很早已經說 因為你很多萬聖餅 因為你是 身體過重引起 或者其他 你的飲食那個習慣 很早已經提提了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 老齡化加上 如果你那個 體質不好 不是全民健康的話 醫療壓力真的會爆高 果真而是 這次看到了 美國現在 三千 四千幾萬確診 死亡突破了七十萬 現在有做的事情 都不要奢談這個 上醫治美病 拜登總統都說 你不如快點打針 好了 我們快點打針之餘 都要想想 其實香港人 缺少一本搜查 什麼搜查呢? 就是說 一個最簡單的 保健的搜查 雖然你在網上 或者很多那些 不同的廣告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教你怎樣減肥 教你怎樣健康 不過其實 真的需要一個統一的 簡單一點 就是以我個人經驗來說 減肥 這件事對中年人來說 好像很困難 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一個工程的計算 你問什麼工程計算呢? 你每天吸收 二千卡路里 如果你吸收少過 就是說你 也有運動師好 大概每天 你能夠節省二百五十卡 的話 你大概一個月 就可以減一公斤 這個就是數學的常識 不要說 減肥要收你多少錢 你吃少了東西 多了運動 大概 如果你有大量運動 一個小時來說 應該都會減到二百卡 如果你吃正常的飯 每天有半小時 去大量運動的話 基本上你每個月 可以能夠減少一公斤 那很多超總人 我告訴很多同學 我告訴很多朋友 他們只是聽 沒有怎樣實行 我有實行 很清楚 我這麼多年來 都是 不是從減肥吃飯 那裡開始 運動是很重要的 沒有人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就是不止 你吃肉 吃什麼吃 現在香港很多增闊 如果出去吃飯 沒辦法 要工作 你家裡大農蟲煮飯 出去吃 東西是偏銜 第二是味精 第三是商場化 這些東西 其實香港都需要做一些 健康香港 沒有健康香港 真的不會有件 我們的所謂叫做香港小康 所以駱惠寧主任 可興前夕 落區的時候 去這個 深水埗的社區會堂 也是探訪過 當時有很多的中西醫的義工 由這個中企是贊助 幫一些市民做一些醫療服務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醫療 雖然說是全亞洲最先進等等 不過告訴你 你去到排工立院 你要知道這條數是怎樣計 我陪過我家人去看病 六個小時 只是淪藥而已 相當爆破 鼓勵了中企 或者其實企業 做多些這些義工 其實一來是 能夠可以舒緩到我們的醫療壓力 不過最重要 最好的醫生都是自己 所以我和大家分享 鍾南山這個健康中國 上醫自未病 這個概念 好了 說回我 很輕鬆 放假去看一部電影 非常好看 也還了我心願 我小時候很喜歡看 這部電影是 我第一部電影是 很早之前 今天我看那部電影是 《Low Time to Die》 不知道是否有空死 還是不空病 不知道這個名字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營病 《Low Time t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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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出了一部電影 看電影就相當興奮 第一件事是 似曾相識 真的似曾相識 好像我小時候幾年 看第一部電影 《Golf Fin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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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搶眼的一幕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即是跟我們那個 怎麼說呢 即是那個年代的 朋友 這個是 最新的 這部電影的 其中一個鏡頭 這位旁邊就是 Cutson Cutson 即是說CIA 英國情報局的 表兄弟 這位女殺手 很厲害 有機會看 既養眼 動作也相當利落 不過最重要也是 看看一個 重要的場景 這個場景就是 我要找找一張照片 大家記得這輛車嗎 這輛車是 Aston Martin BB5 我小時候看《Golf Finger》 都是這輛車 所以我沒有心理預備 去看這個 詹斯波 咦 那輛車都很熟 原來就是我同年 我曾經擁有過的一輛車 同年擁有的當然是無形車 這個 DT5 如果你看過《Golf Finger》 大家知道 很多暗器 有開機箱 有防彈板 然後又可以伸出手 又可以整停對面的車 又噴霧 又滑油等等 最重要的是 我的車 可以按按鈕 整個人都可以飛起來 在《Golf Finger》 已經看到這一幕 當時 有一群日本特工 就是去 去 接持了這個 超視方 坐在他旁邊 找一張指示 他一按按鈕 彈你了 我的車 我的DT5 也有這個功能 好了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進入了一件事 英國最近 真的相當之 廿文廿武 9月27號 就是穿過台海之後 現在就去了越南訪問 那他囂張到沒有朋友 就是中國不是朋友 當然 發覺都不是 發覺見到他說 你去訪問這個 越南 他還出了一個 推特 挺挑機的 就是 他這個 這樣的 英國的 護航艦 叫做 Richmond 哇 令到法國很不高興 你知道法國傳統 與越南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以前是有宗主國的關係 咦 你又去這麼高 調去越南 又說 要跟他慶祝 這個軍事合作 十周年 於是 這個 法國 都 很有 燥味地 登了他們的 推特 就是 告訴他們 其實我今年的 春天都已經去過 越南訪問 一隻船更大 越來他們自己 英美 英法 兩國 的網民在下面 就在 不斷地 在這裡 鬥聚 小事一蹤 不過很快 讓他們知道 我怎樣 感受到 我看完這套 《Low Time To Die》之後 我發覺自己 真的長大了 人家說 你怎麼長大了 看電影 如果你不相信這個劇情 你能夠懂得的現實世界 就像是長大了 你想想 六幾年 《Goldfinger》應該是六四年 我看的時候 不知道是六幾年 《Goldfinger》那時候還是 DB5 《Haston Martin》 機關汽車 從一架汽車 又起回《Low Time To Die》之後出現 好了 我這幾十年 《Goldfinger》 我只看過 英國人很強大 世界的事 什麼都歸它本 可以 帶出這個 占士幫 帶出很多的 執行很多的任務 很肯定 強迫 但今天看到 我又真的不相信 這個電影 你現在英國 拿著 《沙伯女王步》 走過 你有什麼說話 世界還與你無關 你是 車邊 跟車尾 這個 不是我主觀感受 這是客觀現實 再加上一件事 整部電影 好像是《珠士幫》最生氣的電影 所以最後一場 他就 非常之悲壯 叫導彈射到神秘島裡面 神秘套 不過這個電影都好像有《Dr. Law》的影子 射過來 他撞來犧牲 我看得到 《英雄而淚》也有一幕 就是 為了追求勝利 向我開炮 這位解放 這位志願軍的動作 挺神劇 我不是說《英雄而淚》是神劇 我不是說《英雄而淚》是神劇 再者 他 今次的《以色形態》沒有那麼強 都不知道他對哪個 以前擺明是對蘇聯 對這些東歐的分子 今次的意有所指 神秘島就好像在日本和俄國之間 不知是否北方死亡 染附那些是亞洲的地方 他可以插手 他真的多餘 看電影 我已經長大了 終於知道這不是現實 而且這部電影 場面很偉大 很緊湊 不過看完之後 我就說得少 既然看有長津湖來香港 我可能也會欣賞一下這套 叫防供高 剛才盧社長介紹 想比對一下 究竟大家的訊息 我的感受如何 剛才講完我的感受 希望不影響大家去看電影的興趣 我覺得來說都是一個水準之作 不過其他劇情的話 因為我已經是長大了 大小小我就換頭入 我會有些批判性的思想 我懶惰想到 現在回到英國 在亞太區宗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sorry 可能這是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的演出